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直接离开教室 打乱了教室的秩序 而且他其实要什么就立刻要拿到 所以他在班上的人际关系 非常的不好 人员很差 佩峰老师花了很长的时间 去跟他的家长建立这个信任的基础 带着班上所有的同学成为小帮手 一起来陪小华 但是有一天就有一个小朋友 突然冲进了老师的办公室 大喊佩峰老师 小华在踹门 你可以知道这件事情 是很久没有发生的 当佩峰老师去到教室的时候 他就是看到了那个小华 好像这个发得很一样 不断地垂门踹门 他就很像是困兽 动作像野兽 但是他整个人的眼神 其实是被困到他爆发的情绪里面 他无力应付 后来还靠了两个年轻力壮的男老师 才把他压制下来 佩峰老师就觉得 是时候要让小华学习那个界限 还有那个规则感 因为他们中午的时候 都会一起去散步聊天 所以他知道小华很怕警察 他先打电话 给家长跟家长说 他要开始安排这么做了 第二方面呢 他就联络了是当警察的朋友 请他一起来配合演一出戏 所以警察叔叔进了校园 跟小华单独座谈 而且告诉他 应该要做什么 不应该要做什么 而我们要为做错的行为负责 所以还让小华签了这个 在校园的服务的同意书 你可以感觉到 小华在那个签名的时候 他那个笔在抖 你知道吗 然后那个脚也微微的在颤抖 因为他真的很怕 在有信任感跟安全感的 整个震撼教育底下 小华慢慢地更能够去遵守 整个班上的规则 还有老师给他的这个默契 当人师的时候 首先要先以爱心呵护 要以智慧调伏 佩方老师就是这样子陪伴的小华 让他能够先在爱里面有自信 然后又在智慧调伏之中 找到他的规则感 所有的学科里面 他其实最擅长之一的学科 就是工艺课 但是这一次 所有班上的同学 工课都教完了 只剩下小华还没要工课 佩方老师其实是去催工课的 他走到小华旁边 你就看到他站了四个同学的座位 还慢条十里的在那边做他的工艺 然后佩方老师就跟他说 你在做什么 他说你看不出来 在盖房子 佩方老师又问他说 你盖房子怎么盖那么久 他说这要盖给你的 当然要慢慢盖 佩方老师就说 什么盖给我的 说你不是说你没有小孩 这件是给你的 原来是他们在午休聊天的时候 有一次小华有问佩方老师说 老师你有没有小朋友 然后佩方老师就说 我没有小孩 所以你们都是我的小孩 这件事情被小华记住了 然后你可以知道那个当下 小华都想说 怎么老师没生意了 他回头一看 佩方老师眼眶都红了 你知道吗 他太感动了 小华就说 当老师还那么爱哭 真的是又好气又好笑 后来两年之后 小华就在佩方老师的手下毕业了 那他的中学其实在小学附近 所以他时不时都会回来 找佩方老师聊天 那佩方老师问说 你为什么那么喜欢回来找我 小华就讲说 因为你是第一个 第一个喜欢我的老师 这是属于佩方老师 跟小华之间的故事 就是那句话当作为人师的时候 我们不只是教书 而是成为一位人师的时候 先以爱心呵护 再以智慧调伏 相信小华在外来的生活里面 他能够越来越懂得怎么样 处理自己的情绪 懂得怎么样去跟别人共通 更知道怎么样去付出那份爱 欢迎光的旅程 有更多温暖的故事带给您 我们下次见 孩子因为接受教育之后 他的人生经济完全不一样 因为有好的对待 那长大之后 他也一定会用好的方式 跟态度去对待别人 这种好人越来越多 社会就会越来越有希望 是让我觉得说 此季让人家觉得很赞叹 那我也觉得自己很幸运 可以在这样的团体里面 进一点点自己的力量 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